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成立77年的聯合國安理會 現在有重大變革了 其實先前就一直有提到 有193個成員的聯合國大會 他們先前一直想要好好的來 改革一下聯合國的表決方式 最主要就是在安理會裡頭 五常成員國是擁有否決權的 但是一直沒有能成功 這一回在俄乌戰爭的大背景環境之下 終於推動了這個改革 26號他們是用共識決 而不是投票表決的方式 通過了這個決議案 換句話說到底多少人贊成 多少人反對 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 這個決議案是要求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 未來在行使否決權的時候 他必須要證明自己具有正當性 好 話說這個提議案 其實是由他們所提出的 好 它是列之敦士登 這個國家其實在兩年多前 就已經提出了這麼一個議案 那個時候沒有獲得太多的詭印 他們那個時候講了說 他們代表著83個共同提案國提議 希望在發生否決權的時候 然後要同時進行大會辯論 要長期授權這個決議草案 理由是因為認為當今國際局勢不一樣了 希望能夠比未來更有多邊主義的存在 好 現在終於這個提案是通過了 可是問題是這個通過 確實讓大家認為是不是根本就是 對著俄羅斯而來 因為這是在美國的護持之下 最後這個提案獲得了將近100個國家的連數支持 換句話說 美國推動了這一件事情 他們就講我就是對著俄羅斯而來的 來看看美國的助聯合國大使呢 他就特別提到了 這回就是因為對俄羅斯 一直以來的濫用否決權 他們感到不安 甚至還列出了一框子 有關於他們感到不安的俄羅斯 運用否決權的決議 雖然我們講 這個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 是沒有約束力的 但是呢 聯合國大使呢 就有人指出 這個決議會讓守中國有否決權的 中國 英國 美國 法國 俄國 這五常國家 在使用否決權的時候呢 多多少少有些智州 至少他們在動用否決權之後 聯合國大會就可以在10天裡頭 召開一個會議 要求他們來對否決權行使進行辯論 也就是說 大家會用輿論的方式 讓五常至少你在用這個否決權的時候 你必須要付出更高的一個政治代價 至少更加的麻煩 你必須要面對國際間的聲音 可是真的有用嗎 我們來看到 在這一次五常當中的表態了 這五個國家基本上 就是在削弱自己呢 在安理會裡頭 他們的否決權的權利 美國剛剛講了 他們直指就是因為俄羅斯 所以他同意這麼一件事情 至於呢在英國的部分 他們當然是跟隨著美國 講到否決權是不能被輕易使用的 所以呢他們對這個決議 投贊成票 至於法國的部分呢 一樣直指俄羅斯 就是這個決議案的重點 他們說對於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 是有必要加強集體的安全體系 而一直被大家當劍把的俄國 則是這樣 這項決議 他們覺得包裝的很漂亮 可是就是企圖 對安理會的這一些 常任理事國來施壓 中方這個發言 就比較讓大家看到問題所在了 原因是因為男方在發言的時候表示 是理解同時認同這項決議的出發點 但是呢對於常任理事國意見不一致 讓安理會在涉及和平還有安全議題的時候 不能採取行動 所以中方這方面是贊成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平台上頭討論的 但是他們有多出一件事情 他們講決議呢 從時也賦予了聯大有一個新的授權 好我們剛剛講聯大其實他們的決議呢 其實是不具有所謂的約束性 安理會的決議呢 卻是有所謂的決定性的 那對聯大這個新授權執行之後 會不會造成程序上頭的困惑甚至滾搖 中國的代表認為 目前是難以決定難以確定 能不能夠達到這個決議的預期目的 也就是所謂的能夠真正讓各個國家 不論大小都能夠發生 好看似改革新的舉措 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目的 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因為在這個約束力的部分 大家都認為了 即便所有的成員國在會議裡頭表達了 反對意見 是不是也沒有辦法迫使五個常鎮理事國 就放棄自己的否決權投票呢 雖然他必須要到大會裡頭好好的來解釋 但是在安理會裡頭 他還是有否決權的權利的 還是可以對於其他成員國的質疑 保持堅默 不回應 也因此了 現在大家都在問 到底這個改革能夠帶來什麼樣的變革 剛剛美國講了 就是針對俄羅斯而來的 因為在俄烏大戰的第二天呢 其實安理會就曾經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決議 表決 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使用武力 同時無條件的要撤出國際認可的烏克蘭領土 也就是所謂的克里米亞還有烏東地區 同時也要撤銷俄羅斯對於烏克蘭東部兩個分離共和國的獨立承認 這些都是當時的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聯合國這邊 美國他們提出對俄羅斯的譴責跟質疑 但是所有的譴責質疑 通通都因為俄羅斯的否決權被否決了 那個時候這麼一件事情在國際社會 有對安理會更多的討論 甚至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很不客氣的 直接說安理會就是無作為 聯合國應該要硬起來 把俄羅斯給踢出安理會 也有很多學者都在講 安理會有著否決權是不是應該要廢止了 是不是不合時宜了 其實如果你攤開 五常否決權的使用紀錄 你就會發現 好像跟原本想的有一些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看數字 單看數字當然 包括了前蘇聯跟俄羅斯 他們的否決權使用決議 是120次最多的 但問題是蘇聯時期 其實用的更多是90次 換句話說 在俄羅斯的部分用大概是30次 美國的部分其實不遑多浪 也用了82次 也因此 大家都在問 82次 不也就是中國跟法國的四倍之多嗎 所以大家都在問 當時在中國 俄羅斯都反對轟炸敘利亞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也曾經不甩安理會的決議 要出兵敘利亞呢 而過去 當大家都在認為 巴勒斯坦問題必須要好好和平解決 而不應該直接強人所難的 就站住 耶路撒冷的時候 是不是美國也曾經為了以色列 多次動用否決權呢 甚至2002年 好那個時候呢 其實安理會投票討論 批評以色列軍隊殺害了聯合國工作人員 摧毀了援助糧倉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也曾經力排眾議動用了否決權呢 有人幫美國算了一下 說美國為了以色列至少在安理會 用了有35次的否決權來阻止決議草案 好 這當中76次82次有50次之多呢 通通都是為了他們能夠好好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成了唯一一個投反對票的國家 所以大家就想知道了 在這個時刻 美國呢是近幾年來相對最常使用否決權的人 但為什麼突然同意 削弱了自己原本的否決權權限 有分析就指出了 說主要還是因為這一次的俄乌大戰當中 西方國家呢不滿俄羅斯動用了否決權 又按照聯合國憲章 沒有辦法對俄羅斯怎麼樣 才會把腦筋動到這個上面 希望可以好好的削弱俄羅斯的實力 你會問啦 美國不也同在這支戀嗎 不也一樣打到自己了嗎 根本上他回到了聯合國大會 好這呢其實也算是符合美方利益 原因是因為呢這次的決議 形同加大了聯合國大會的權限 那美國在聯大裡頭 其實仍舊人多勢眾的 至少是有幾十張的鐵票 有的時候呢可能還可以利用國際上的權勢 比其他人站隊 像是這一次在烏克蘭問題 包括了塞爾維亞 包括了巴西 先前都曾經公開的講 烏克蘭問題的表決 他們有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 沒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願 投了贊成票 所以呢現在美方 是不是願意轉向支持這項議案 就帶如同中方代表所說的 決議到底能不能夠讓真正 這個列支敦士登 當時提案的國家 達到他們的想要 是大家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後續還要觀察 不管怎麼樣聯合國 現在要開始做點事了 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瑞斯 和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們終於舉行了會晤 聯合國的先前在烏克蘭問題上 好像使不上力 現在去了普丁見普丁 去見了澤倫斯基 但在見普丁的時候 兩個人的互動有些冰冷 位子有點遠 只談了一個多小時就結束了 俄羅斯總統普丁 接待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的到來 六公尺長的橡木製 而白色大長桌再度出現 而這個場景與俄烏開戰之前 二月初普丁接待 法國總統馬克宏一模一樣 不過普丁與古特瑞斯可不像 與馬克宏一樣暢談六小時 兩人只談了一小時就結束 普丁嗆物軍向恐怖組織躲在平民身後 還警告在與克里米亞和頓巴斯 有關的領土問題得到解決之前 不會簽署安全協議 至於兩人的會議是否取得進展 聯合國表示普丁原則上同意 聯合國和紅十字會參與 從馬利波撤離平民 另外一個會議重點則是俄烏談判 普丁抱怨俄烏代表在土耳其談判當中 已經取得相當大的共識 但之後俄羅斯就被捲入布查事件 普丁說烏克蘭的立場 在此之後發生根本性變化 但普丁也說俄烏將會持續進行線上談判 而就在聯合國秘書長訪二期間 聯合國大會也召開會議表決 通過一項重大否決權改革 聯合國大會193個成員國 通過授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未來行使否決權 必須證明具有正當性 如果有成員國投下否決票 所有聯合國成員都可以在會議上 對該否決票進行審查案評論 這在實踐中很可能引發程序上的 困惑和混淆 目前難以確定這樣的安排 能否達到決議的預期目的 不過這項決議大陸和俄羅斯都不支持 中俄兩國其中一名匿名外交官也批評 這項舉措將進一步分裂聯合國 另外也有一位不具名大使表示 這項提案目的就是讓擁有否決權的 美國大陸俄羅斯法國和英國 未來在選擇否決安理會決議案時 將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 記者張力報導 我們剛剛提到了在聯合國裡頭 好像大家都針對的俄羅斯來 可是俄羅斯沒在軟的 否定27號在立法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 任何試圖干涉烏克蘭局勢的國家 都將會面臨俄羅斯閃電般的打擊 如果有任何事發生在任何事發生 如果有任何事發生在任何事發生 閃電般的打擊不只在軍事上 在經濟上頭俄羅斯也有動作 既他們說現在通通要用盧布來收費之後 27號他們突然之間表示要暫停 像波蘭還有保加利亞供應天然氣 這兩個國家其實都是俄羅斯能源的使用大國 好大家就問為什麼是他們 其實如果你好好看一看在俄羅斯問題 這次事件上頭 波蘭在這一回對俄羅斯的制裁算是最激進的 他們曾經驅逐了45名的俄羅斯大使館的外交官 甚至他們的總統曾經親自到基輔 來跟澤倫斯基兩個人討論 如何好好幫烏克蘭打這一場仗 也曾經把他們手中的米格29戰機交給美國 說要讓烏克蘭來使用 因此這一系列的行為幾乎呢 他們就成了這一次北約援助烏克蘭大本營 中轉戰被稱為是反俄級先鋒 至於保加利亞呢 保加利亞其實呢 在俄羅斯來說是東南歐一個很重要的合作夥伴 可是這一回的衝突 他們也成了非常積極反俄的一員 所以這一回俄羅斯可以說是先拿這兩個國家來開刀 選擇這個報復的時間呢也蠻值得萬位的 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保加利亞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 依賴程度超過90% 先前呢 波蘭方面他們曾經講了 今年年底他們就會停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還有天然氣 但不用等到年底 普丁趕在年底之前就先斷你氣 好感覺是造成沉重打擊 雖然兩國現在都說對他們經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可是俄羅斯的這個舉措非常的明確 就是呢 殺雞儆猴他要告訴包括了德國 包括了還在推敲著要對俄羅斯的油氣有高依賴度 但是卻想打擊俄羅斯對俄羅斯制裁的國家 別走得太遠 別太激進 算是對整個美國還有歐洲的警告 當然了這一回也因為突然的斷氣 所以對於波蘭還有保加利亞的通貨膨脹壓力 是大大大大的加大 這一次的報復呢 算是俄羅斯在經濟上頭的 再一次出擊 而對此 澤倫斯介就講了 他認為 俄羅斯這樣的做法呢 算是一種恐嚇 一種勒索 但是 俄羅斯方面則是表示 這就是他們對不友好國家的 直接舉措 有週一星期 這並不拒絕 美國是成為穩定的 營業資源與自己的利用者 美國是成為批准的 合作的套餐 好 至於軍事上 本來普丁已經講了 對於亞蘇鋼鐵廠 只要不要讓一隻蒼蠅飛出來就可以 最近又開始有所攻擊 軍事行動上俄羅斯又有些轉變 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外交部發言人 扎哈羅瓦是怎麼說的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頭 扎哈羅瓦表示 他們看到了西方對於烏克蘭不斷的軍援 對此不只會造成不安 甚至還表示基輔是根本沒有辦法妥善運用 還有好好保管這些武器 他們擔心這些武器 如果最後流入黑市的話 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甚至很不客氣的 在記者會上頭 直接點名西方國家 我已經說過了 我已經說過了 跟西方的故事 當西方的西方 所釋放在大陸上 所釋放在大陸上 在大陸上 市場的軍事行動 壞了 你記不記得 誰之後 跟西方戰爭 美國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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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和軍事行動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種比較大的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 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 CTI 285